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玩熟了香港的日文沒有? 如果你不熟的話可以再重新幾次的影片 然後去玩熟 或者其實最好可以一起抄寫一下 因為我覺得片架名都蠻難的 所以寫得多,然後讀得多就會記得的 今天要講一講的就是一些旅遊會用到的日文 又或者是一些平日常生活都蠻常用到的文型 那我們就講一講這裏吧 第一個是如何ですか? 它的意思是好不好啊? 例如例子你可以問他 就是問旺角這個地方好不好啊? 譬如有朋友來到旅行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旺角這個地方值得行呢? 下一個我們要學的就是 教えてください 教えてください 這個文型就是請求別人 你教我好不好啊?的時候用的 譬如你想問他 可以教我去車站方向的方法呢? 你就可以這樣說 駅の行方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以上大家就看到了 駅への行方 就是去車站方向的方法 教えてください 就是請你教我 如果單獨拆開來看 でください 是有請求的意思的 所以你前面不一定要跟是 教えて的 你可以就 那邊待ってください 也可以的 この地図に書いてください 一句的意思就是 請你寫在這張地圖上 那這裡就會見到 かいて かいて 就是請你去寫 かいてください 是請你去寫 然後この地図 就是地圖的意思 然後呢 最後我想說多兩句 這兩句呢 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都會經常問別人的 第一句 ここはどこですか? ここはどこですか? 這一句的文型呢 是問 這裡是哪裏 就是where的意思 那大家去旅行一定會經常問的 啊 這裡是哪裏 就是你可能當失路的時候 你就可以問別人 呃 現在這裡是哪裏 那樣 又或者呢 你可以把ここ 轉了另一些名詞 例如你可以問他 トレ 或者一些購物店 在哪裏 就是 どれはどこですか? 這樣 最後一個呢 經常都會用到的 就是 あれは何ですか? あれは何ですか? 這句的意思呢 就是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樣 なん 就是什麼 what 這樣的意思 那一樣 你可以把 あれ 轉了其他名詞 去用 那這個文型 什麼時候會有用呢 就是大家去旅行買東西 例如你看到一塊好可愛的東西 但你又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你很好奇的時候 你就可以問店員 これは何ですか? 這樣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先學到這麼多 第一個是 いかがですか? 是 好不好啊? 第二個 でください 你前面加不同的動詞 就是 請求人家什麼什麼的意思 譬如 教えてください 就是 請教我 或者 かいでください 請你寫在這裡 這樣 最後一個呢 就是 どこですか? 在哪裡啊? 或者 なんですか? 是什麼來的 這樣 希望這五句呢 大家可以好好待著它 然後去到旅行的時候 你只需要把前面變去其他名詞 使用的機率是非常之高的 對啦 我就是靠這幾句去日本旅行的啦 嗯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想我拍什麼題材的影片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